喜歡嗎? 喜歡喜歡 拍手 謝謝姐姐 你跟姐姐說謝謝 有沒有記得 莉莉姐姐 姐姐在那邊 謝謝 拍手 哇 謝謝 Good morning 又是展新的一天 今天是交換禮物 我們第一次跟其他YouTuber 一起合作一個交換禮物的影片 那這次的合作對象呢 是一個美妝的YouTuber 叫做莉莺 對 那為什麼這次會想要找他交換禮物呢 是因為他跟Peter一樣都很喜歡買淘寶 所以Peter就問他說 會不會來一個淘寶千元交換禮物 知道呢他最近也養了一隻很可愛的小狗 叫做小湯圓 就買小湯圓的禮物給他 他就送我們Cody的禮物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他送我們一些什麼東西吧 你在哪裡 我們見了 超可愛的啦 對啊 我會做包裝紙 你的包裝紙媽媽喜歡 這是我們喜歡的迪士尼 好貼心喔 超貼心的 好可愛 好可愛喔 怎麼辦 捨不得拆耶 等一下好好拆 然後把包裝紙留下來 他到底送我們什麼呢 好期待喔 我決定沿著他的交代邊緣來拆 包裝出來了 還好我有好好拆 大家覺得說一千塊的東西很好買喔 這一次我們在買淘寶一千塊的禮物的時候發現 一千塊其實不好買耶 其實Peter也跳很久才知道要買什麼東西給他的小湯圓 好那我們就先猜大箱的 大箱好像已經看到了 他是一個嬰兒搖椅 這個搖椅收到打開檢查小湯圓超喜歡的啦 不知道Cody有沒有呢 但我覺得應該你只用就買了一個影 很貼心還有寫注解 看起來像老婆爺搖椅喔 沒有說明書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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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明書是不是 他在說明書哪裡 角度很斜耶 寶貝可以坐在上面的耶 我好像看過這個 我們就直接讓Cody試一下 他如果做的OK的話 媽媽就可以放在雙手啦 等一下他有寫限重嗎 因為Cody現在已經10公斤了 我不知道耶 說明書拿回來的 他可以好角度啦 你看他有ABCD 所以我們現在A是最高的 最大的承受重量是1800千克 8公斤 千克4公斤 他越高承受的力量是越大 B的話可以承受15公斤 最低位是C 承受12公斤 Cody已經快承受不住了 然後另外一個D D是不能用的 第四位是D D是拿來運輸的 就像剛才平平邊邊的這樣子 隨身帶著走 就可以開中阿嬤家 也可以把這帶回去這樣 喜歡Marguerite 這不錯喔 再加個玩具給你 你可以在上面睡覺耶寶貝 拍手 喜歡喜歡 拍手 謝謝姊姊 我跟姊姊說謝謝 有沒有謝謝麗姊姊姊 姊姊在那邊 謝謝 拍手 謝謝 OK好的這個是第一個 接下來第二箱 這一箱感覺是很多小東西喔 很多小東西 每個上面都有寫一個註解 好可愛喔 這個是衣服 你說這兩件衣服我選了好久 因為怕Cody不喜歡 其實Cody不會不喜歡啦 只有爸爸媽媽不喜歡 只有爸爸媽媽不喜歡 對 然後他買90到110公分 不知道不OK 我知道這一件 真的嗎 這件是什麼 它是那個小紳士的衣服 我差點要買了 這個 這是什麼 羽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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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羽帽 等一下我不懂 這很像是我們給他游泳的游泳圈耶 不是 那是套在他頭上 然後就是去衝他的頭的時候 他臉都不會比較好看 好酷喔 欸淘寶真的是無奇不有耶 這個爸爸可以用嗎 我覺得可以 好有趣喔 因為他可以調節大小耶 所以是這樣子 你頭太大了啦 你算安康 頭的時候 就不會沾到眼睛這樣 應該是 這兒童運貌好有趣喔 欸 不錯耶 好可愛喔 接下來這個 這個是以後Cody長大 彼得爸或是蘇珊嗎 帶著Cody出去玩的時候 可以牽著Cody的小手 預防Cody 喔 我知道這個 這是怕小朋友走丟的 對 而且其實不只防走私喔 小朋友有時候會亂跑亂撞 他如果不受控的時候 一跑跑太遠 這個就可以拍上用場 因為跑太遠其實很危險 他有時候跌倒什麼你不知道 你有一個東西可以保持一定的距離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不要覺得好像是六國啊 還是什麼不好看 真的不用這樣選 其實是有安全性的 對 其實安全還是最重要 好不好看就幾次了 這個 這是套手環的 好可愛喔 你可以看 一個可以牽爸爸媽媽的手 然後另外一個就可以牽在Cody的手上 我們平常看到都是那種書包對不對 背包 對 背包 就是牽著一個背包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到他手上的 好 套起來了 一邊是爸爸帶 然後另外一邊是小朋友帶 然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離 就不怕他走太遠這樣 這感覺很紮實耶 OK Next 最後一個 因為我喜歡 這是什麼 這是放寶貝的東西的 這個是讓Cody放他的碗那些的 算是讓碗乾的地方 OK 他這個奶瓶消毒鍋 都消毒完了 就可以放在裡面 而且這個還可以放在嘴套 或者是瓶瓶蓋蓋 喔 小東西 我們現在把它消毒完之後 我們都還是放在消毒鍋裡面 我們就少一個空間可以放一些 已經消毒過的器具 他有了這個之後真的很方便 哇 剛好都是我們沒有的耶 我沒有了 耶 麗影100分 麗影超厲害的耶 可以刷奶瓶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衣服 這衣服還沒有洗過 所以我們還是下一次 如果有機會給Cody穿的時候再拍 我們先給你們看一下 喔 蠻大件的 喔 連身衣耶 是一個灰色的長版的連身衣 也一樣高 大家想像一下 Cody穿上去的感覺 哈哈 好 再來第二件 喔 第二件是蘇珊喜歡的 嗯 這一個 紳士服 很可愛啊 喔 他也是連身衣耶 對啊 好帥喔 太帥了 還有啾啾耶 很帥耶 Cody穿這個一定超帥 然後我們最後才發現這封信 應該先唸的 好 來看一下他寫什麼 彼得爸與蘇珊嗎還有Cody 很開心認識你們一家人 第一次見面是在GU對吧 沒錯 就是GU 結果春久當天Cody長好高 而且變得更可愛啦 還記得第一次看你們的影片是水中生產 拍照遇到你們才發現 竟然同公司耶 太巧了吧 一直到現在還有機會合作很開心 還有一直忘記謝謝你們春久那天讓我搭便車 讓我快速又順利的回到了搖雨的淡水 不然我搭車倒彈水線 可能都12點多了吧 真心覺得你們一家人的channel很厲害耶 很常更新品質又很讚 哈哈 對了 後立的禮物不知道我有沒有買到重複的 因為寶寶東西都好像 不過是我小小心意希望你們都用得到喔 BYE 麗穎 麗穎真的超厲害的 完全沒有重複 沒有重複到 我們這些東西都沒有 很強耶 好的 今天千元淘寶交換禮物就到這邊啦 麗穎那邊也有一支是我們要送給小湯的東西 那記得也要去收看喔 所以喜歡我們的話記得要分享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Lin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